我好像要买太多了 小椅子上都放不下 這是蔬菜 那個是冷凍食品 幫我消毒一下老公 哎呀,我的天啊,怎麼這麼重 買什麼啊,買那麼多 我不是前兩天不知道說什麼時候出關嗎 我就多買了一點 買很多 這一箱 零食 寶貝,你的Porky跟蔓陀珠來囉 蔬菜啊 對,那一箱應該蔬菜 還蠻新鮮的 冰冰涼涼的是不是 這好像是放在冷藏裡 冷凍是什麼,水餃 這個有雞針跟雞腳 寶貝,你的雞腳也來了 冷凍我買了什麼 哦,這個是冷凍蔬菜 這是毛豆啊 這個是那個冷凍蔬菜 我想說就方便了 用這個 這樣,綜合蔬菜 然後 這是紅豆餅 早餐啊 我想說 紅豆餅 然後這個是 什麼 韭菜餅嗎 韭菜雞肉餅 然後這個是 韭菜酥餅 讚喔 是不是 啊,這個是 這個是 濕木魚丸吧 這個濕木魚丸 對,那毛豆 毛豆可以直接吃的 這個是 冰棒棒啊 沒關係 直接吃就涼涼的 嗯 解凍即可食用 這吃吧今天 嗯 好 收穫 你看這邊還有什麼 哦,對 我還買了一包米 啊 辛苦了 所以應該比較重 因為我家的米快吃完了 我不知道 之前不知道幾天能出去 所以我就 又買了一包米 然後這個是 料理包 我想說比較方便嘛 就這些 這些一共是一千 一千五六百塊錢 然後 哦,它有把我們退了那樣東西 就是沒有貨就退掉了 直接 它這些青菜什麼的 還都挺新鮮的 尤其這個絲瓜呀 我還擔心說 會不會空空的 因為絲瓜 我們自己去買的話 都會挑一下嘛 哎,還不錯 都沒有空空 還挺那個什麼 還挺嫩的 杏鮑菇 杏鮑菇也很好用 可以炸呀 可以炒都可以 好,我去煮飯了 那時候我閉關前 買了幾顆這個艾文芒果 補充維生素C 等一下再分餐 剛才跟大家那個 首播的時候在聊天 然後稍稍微微 有一點點 胡蘿蔔澆掉了 這樣 這個是金針菇雞蛋 我顛勺特別厲害哦 看翻得漂不漂亮 這個算醬雞骨吧 醬大骨 原本要是煮糖的 但是後來讓我今天給改成 做用醬的方式 土豆豉 草芹菜 這個是金針菇雞蛋 飯後的水果是芒果 開飯啦 朋友們 開飯開飯 我們現在都分餐 都會加出來 什麼情況 聖哥,你還有啤酒呢 我今天忘給你買了 你家裡還有嗎 有啊 還有啊 可以哦你 我不常喝 哈哈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今天的話呢 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在評論區的話 有一些網友問我的一些問題 就是我希望說我能夠分享我確診的這些影片的話 能從中一些信息的話 是可以幫助到大家的 像今天有一個網友我看到 他就是問我說 那隔離期間的話 我吃飯的話是要怎麼解決的 是這樣的 我家的話呢 就是在之前 就有在用這個 加勒服線上購物這個習慣 因為我想說 因為有時候疫情來的時候啊 我先生就說 盡量讓我少去像賣場啊 這樣比較密閉空間的這樣的公共場所 所以說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有用這個加勒服線上購物 這邊的話呢 是可以買到這個什麼蔬菜啊 冷凍食品啊 零食啊等等的 都可以買得到 就像我影片剛剛開頭拍的 那是我 昨天嗎 還是前天下單買的 對 就是配送日期他有可以選擇 是今天送到的 那 因為我這一次買東西比較多 是因為我不知道 前兩天我下單的時候 是我還不清楚 我哪一天要出關 所以說就一下買了多了點 但是那個冷凍食品 我覺得放在冰箱裡面的話 還是挺方便的 就是早餐的話也可以用來啊 就可以吃哈 我覺得還很方便 那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這個時候的話 無論是你有沒有確診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選擇線上購物 好像很多都有吧 像大輪發我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我都是在加勒服上買 我知道像這個全聯呢 這些都有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起來哈 就是盡量可以少去一些 這種密閉的公共的空間 那還有一個網友就是我看到的 他寫的是簡體字 他就說我真的應該回去 就是我分享這些確診的 這樣的一些影片的時候 我忘了是在哪一個下面了 他就說你真的應該回祖國來看看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拍一些什麼影片 總有人就說你太久沒回來了 你可以回來看看 就是你這個時候讓我回去看什麼呢 是說句不好聽的話 首先來說的話 我已經三年快要沒有回家 為什麼三年沒回去 因為隔離的條件的話 是比較嚴格的 就像說現在台灣對大陸的部分的話呢 只有四個四個行點 上海北京成都跟廈門吧 應該是這四個行點 那不像原來的話 我們想要有直飛的狀態 現在是沒有了 就從有疫情以後的話 只剩這四個 那麼現在上海現在這個狀況的話 可能也不方便去 那就是其他地方的話 我們也是落地之後的話 要在其他這個地方 要先進行隔離 按照當地的這個政策 那隔離完之後的話 回到瀋陽 有可能還要面臨隔離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 就是回去瀋陽啊 他就說要隔離28天 所以說這樣來回來去的話 大家看見我要隔離多久呢 所以我是不可能回去 因為我畢竟在這邊的話 還有小孩還有先生 還是要顧一下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隔離時間的話 可能是我沒有辦法承受的 所以說一直以來吧 從有疫情這個開始的話 我真的快三年沒回家了 我也想說我很想家 我真的很想回去 但是現在客觀條件 確實不允許 我先不說隔離的時候 我用了多少的這個 金錢上的成本 就這個時間成本呢 真的也是有點搭不齊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 嗯 你說現在讓我回去 要讓我回去看什麼呢 我就實話實說好了 是因為兩邊的話 兩岸之間的話 就是對這個隔離的政策的話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這個疫情的看待的話 其實是看法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就是大家接收到的訊息 不一樣 所以說采用的方式不一樣 就是我發現大陸那邊的話 是比較恐慌這個病毒的 非常的恐慌 就是以至於好像是看到這個病毒 就就色變哈 就是真的是我媽媽家誰啊 以前我媽媽家社區被這個封控 就管控起來 可是我媽媽家那個社區 三十幾棟樓啊 沒有一個人是確診的 但是我媽媽家就是被管控起來了 像她管控那個時候 我還有幫她買菜 就是我拍了影片也是 其實我媽媽家那個社區 沒有一個確診者 但是整個社區被管控起來 就是不可以不可以出到小區外面去 買菜的話呢 老年人的話像我媽媽 根本就不會在網絡上搶菜 所以說是我幫她買的 那要關了有多久啊 反正一共是做了十幾輪的核酸檢測 大概關了多久 我還真就忘了 就是有一段時間 比我這隔離的十天 肯定是要長的 所以說你現在讓我回去看什麼呢 是要看說因為一個人的確診 然後整個社區都封控起來嗎 然後大家在網上搶菜嗎 我不知道你是要讓我回去看這些情景嗎 我不說說哪裏的政策好不好什麼的 我不想跟你這個口水戰 但事實上面對的事情就是這樣 那我在台灣的話 像我家現在的話呢 是一家三口人確診 可是我家隔壁的鄰居 他出入都很正常 小朋友正常上學 他們可以正常去外面購物啊 吃飯啊等等的行動 他們沒有因為我而受到連累 這個是我覺得說 我能夠這麼笑看笑看這個這件事情啊 就是心態這麼好啊 也是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連累到別人 真的如果說因為我一個人 我不小心確診了 那我也不去責怪說 我為什麼確診了 這種事這件事情 我從來都沒有去研究過 為什麼啊 是在哪裡傳染的 我覺得確診了就是確診了 沒什麼好追究的 那呃 我覺得說我沒有連累到整棟樓 這真的是給我心情上 帶來很大的這樣一個舒緩吧 如果說因為我一個不小心確診了 整棟樓的人被我關在家裡 甚至整個社區 哦那我的心理壓力肯定很大 就是我影響到別人的生活了 但是我在台灣這個目前的狀況來看的話 應該是還沒有這樣 而且我估計就是這麼久以來吧 台灣並沒有實施說封控哪裡 因為一個人把誰誰誰哪裡封控起來了 好像是還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哦 所以說我不知道你這個時候 讓我回大陸去看看 你是想讓我看什麼呢 然後在這裡面的話呢 其實我也要跟大家說一句抱歉吧 因為我在大陸平台上面的話呢 是有有發影片 但說實話我斷更一段時間了 呃原因有兩個吧 因為大陸朋友的一些留言的話 我說實話我真的不是很喜歡看 真的是 就你說我我分享的之前 去那個野柳的那個自助餐廳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影片哈 我就說啊很便宜哈 性價比很高的海鮮自助餐廳 大陸網友就說這也叫海鮮自助 這是自助嗎 就是你有什麼好炫耀的 我們大陸沒有自助餐嗎 就是他們看待東西的問題的話 很多人永遠是這樣看待的 當然呢我也很對不起一些 確實大陸網友的話 也有很多人是支持的 包括我說的一些什麼 我不能代表什麼大陸啊什麼的啊 就是有些人就誤會這樣的話 他們很多人給我的說法點贊 很認同我的說法 很多人都說我說的很好很支持我 當然會有一部分很好很好的網友 但是真的那些個別的那些 心理怎麼講 心理認知跟大家不一樣的人的話 真的那些評論的話 我說實話我是不想看的 每天打開看到我真的覺得很頭痛 所以說我就是在那邊斷更了 有一段時間 七一是這個原因 其二的話是因為現在我確診的這個問題 我沒有在大陸平台上提過我確診 因為我媽媽有在那邊看我的影片 所以說我不想讓我媽就是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就像剛才我講的 我們大陸對這個 對這個疫情這件事情的看法 以及看待從來的這樣做法的話 都是很緊張的 就是這件事情好像在大陸那邊看的話 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確診了可能就慘了慘了慘了那種感覺 所以說我媽的話包括 說這幾天我媽在跟我們上網 其實我們也沒什麼症狀 她也看不出來實話 那我也就沒有跟他們講 說實話我是瞞著我媽我爸的 因為他們接收到的信息 就感覺說這件事情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可是呢我又認為說 就感冒而已啊又沒什麼 你說我要是跟他們講完臭的話 他們也不能過來看我 他們也不能做什麼 可是卻聽說我確診了 他們會很擔心很擔心 所以說我根本就不想讓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無論是我以後好了還是說現在 這件事情就等於說在他們那邊 就永遠不會出現 是這樣的 那我那天呢就看到一個高雄的一個網友 他呢是一直支持我的一個網友 他有在大陸的平台說 我在YouTube那邊看到你說你確診了 就希望我能夠加油啊什麼的 關心我的一些話 我馬上我就私訊他 我說不好意思 我說你的這個評論呢 我可能就要刪除掉了 因為我不想我媽媽看到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跟大家說一聲 如果大家有去我大陸平台看影片的話 那就抱歉請你不要說我確診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想讓我的父母知道 那就謝謝大家了 謝謝大家配合 就不要把這件事情在大陸平台說 我媽媽會去看 好啦那今天的話就聊到這了吧 嗯今天晚上是我出關的日子 你們想知道我出關的話我會做什麼嗎 那就明天的影片看吧 好啦那今天就先聊到這了 喜歡阿丹影片的朋友啊 記得一定要點贊訂閱 你叫訂閱來支持我 支持阿丹好嗎 謝謝啦 然後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丹最新影片的 這樣的一個提醒了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